大家好,我是阿爾巴特 今天要來跟大家介紹 這斗目前最有名的兩個刀魔 原田刀魔以及金弓刀魔 他們這兩個刀魔究竟差別在哪裡 以及怎樣的人適合用哪一個呢 相信這個問題應該很多人時常都會有疑問吧 阿爾巴特今天就來說明給大家聽 那首先可以看到 雖然兩個刀魔從接球面看起來相差非常多 但是其實他們兩個的長度 接球面量起來都是11.5吋 那題外話 為什麼尺寸都要量接球面呢 因為很直觀的 你能接球的面積 就是接球面這張皮革的大小 所以想要知道手套尺寸 對接球的影響 那勢必一定是要量接球面才會是最準確的 因為畢竟手套的接球範圍 再怎麼樣你的接球空間 都一定不會比這張接球面皮革來的大 所以相較於這種量手背的方式 阿爾巴特還是會建議 像這樣量接球面才會是最準確的 那這兩顆紅色的 是屬於全新 尚未整形的狀態 那這兩顆圓皮色的 則是都已經經過熱整形的處理 這個是圓天 全新的狀態 那這則是圓天 熱整形後的開合感覺 那這則是金弓 全新的狀態 那這則是金弓 熱整形完的開合感覺 那究竟這兩個刀模 除了球當以外 還有哪些差別呢 先聲明 阿爾巴特這邊指的圓田 都是指初代那一批圓田刀模 跟後來的226型、236型 也就是圓田改成退紫生石子 穿戴後的那些刀模 是不一樣的 這邊指的是圓田 還是使用無紫生石子 穿戴方式的那個刀模 那如果對圓田新的226刀模 有興趣的話 阿爾巴特之前有講過一篇 連結幫你們放在這裡 那就來開始介紹吧 那首先圓田跟金弓 有最明顯的點是 圓田這個刀模它是有開指的 而金弓刀模則是沒有開指 再來可以看到圓田刀模的接球面 以及虎口處球窩的部分 整個是比較寬大的 而金弓刀模則是相對沒有那麼寬 那接球面空間的大小差異 除了本身掌根的寬度以外 圓田的拇指毛毯 在掌根這個部分的寬度 相較於金弓來說 圓田是比較窄的 而金弓掌根毛毯這邊則是比較寬 所以讓大家比對一下 也因為這個掌根毛毯寬度的關係 圓田刀這樣子稍微偏正的開合 是比較順的 而金弓刀 由於掌根毛毯這邊比較寬 所以它相對會比較 這樣子 寫上去一點點的感覺 這樣會比較順 不過其實你要正的開 也是可以 再來是掌根的寬度 圓田刀模的掌根 十分的寬 而相較起來 金弓刀模的掌根就沒有這麼寬了 而因應掌根的寬度 圓田刀模掌根採用的是逆捲 而金弓刀模掌根則是採正捲 那以開合起來的感覺 阿爾巴特本身是XL的手 以無子生子子的穿戴方式的話 穿戴進去的感覺 接球面中指無名指掌根的部分 是讓阿爾巴特的手 張開時整個會服貼於手掌的 這樣在開合時的彎曲關節 會是在手指比較前面的這個部分 差不多在這個位置 相較起來金弓在開合時 接球面大小給我的感覺 不會讓我的手掌撐到那麼開 會稍微比較回來一點 比較有點弧形的感覺 那彎曲關節的位置 差不多會下來一點點 會像原田的被撐得這麼開的感覺 那原田刀如果接棒球 包覆性差不多是這樣子 包覆性算是蠻好的 那接壘球的話 由於虎口這邊沒有那麼寬的關係 所以接壘球其實 球沒辦法吃得很進去 相對接起來就會比較淺一點 就沒有棒球來得這麼深 不過原田刀由於整個接球面 比較寬大的關係 所以在中指以及無名指指根處的這個位置 有蠻大的接球空間 所以在接滾地時 球接在這個位置 是很順暢的 不過這種比較寬大的接球面 如果你的手不夠大 在使用無指伸直的穿戴方式時 如果你想刻意的去合手套 手會因為不夠大 導致手帶進去時 手指的位置會比較下面 那刻意捏手套時 就容易會讓掌心這個部分凸出來 這樣子接球空間也就沒辦法保持得那麼完整 那至於金弓刀膜 棒球接起來差不多是這樣 包覆性也是十分的好 那壘球接起來只是這樣 那由於金弓刀膜的掌根以及兩個門柱的距離沒有這麼寬 所以在接壘球時 你的中指以及無名指都可以很順暢的整個包覆過來 把球包覆得很好 所以以接壘球的包覆性來說 金弓是優於原田的 而且由於他的掌心空間沒有那麼寬大的關係 所以金弓刀膜在開合時 這種抓住的感覺會更好 會讓你有這種抓住球的感覺 這樣 會不會變 因此即使你的手比較小 就算你想要用無指伸直指的穿戴方式 用金弓刀也是沒有問題的 好那怎樣的人會建議用哪一個刀膜呢 首先如果你的手 夠大 有在L以上 並且在開合時 你的角度是比較正的 像這樣 我稍微寫一點點沒有關係 這種感覺 這樣 或者稍微寫一點點 這樣 然後在接滾地球的時候 你也是習慣這樣用擋的 手套不太會合的情況 這種方式的話 是可以考慮使用原田的 不過如果你想要用退紙 或者退紙生石子穿戴的話 阿爾巴特會建議你挑選 原田新的226或236型 那兩個型 相較舊的原田來說會更適合退紙穿戴 那至於金弓刀膜 手的大小的話 我覺得打套從M到XL的人 其實都OK 而你在接球時 會喜歡這種抓住的包覆感的話 像這樣子處理 或者稍微這樣子 也可以 如果你的處理方式 是屬於像 這種抓住的感覺 然後你又喜歡接球時 手套對球的整體包覆性很好的話 好 那金弓刀相對會比較適合你 好那以結論來說 適合原田的球友 1手要夠大 建議至少L以上 2接球時你比較習慣用擋的方式 或者這樣子稍微合一下的感覺 3你的開合相對比較正 4穿戴方式是 五指穿戴 或者五指生石子穿戴 要退紙 請挑選226或236型 那金弓的話 1手的大小 可以介於M至XL之間 都可以 然後2 喜歡接球的手感 比較有包覆性 這種握住球的感覺 3你的開合方式是 像握住這樣 斜一點的開合 或者微微斜 或者比較正 開合方式 4你的穿戴方式 從五指穿戴 五指生石子穿戴 退紙 退紙生石子穿戴 都可以 因為金弓 他今年也改成退紙生石子穿戴 而他的刀膜 則是沒有變化 所以他的這個刀 你用退紙生石子的穿戴方式 也是沒有問題的 好 那以上是阿爾巴特對 原天刀以及金弓刀 兩個刀膜在差別上的說明 以及挑選上的分析 希望對大家能帶來一些幫助 不過還是聲明一點 這些都是阿爾巴特的分析 一切還是以你自己 用起來最順為主 手套這種東西 用得順手才是最重要的 不用管別人說什麼 那這次這支影片 就差不多到這裡了 如果喜歡這支影片的話 再麻煩幫阿爾巴特 按讚 訂閱 分享 以及打開小鈴鐺 感謝大家的收看 希望大家都可以挑選到 適合自己的手套 因為手套沒有最好 只有最適合 大家拜拜 拜拜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